新闻局长为远道而来的贵宾送上中台湾的名产 有鉴于中台湾有线电视的成功发展经验 让处在炒创时期的泰国NBTC与有线电视业者不远千里前来取经 10号上午先前往台中市新闻局 请教地方政府与业者之间的成功管理之道 其实泰国的有线电视还在萌芽的阶段 那相较之下台湾跟台中其实我们的进展比较快也比较好 那但是他们其实现在是主要来考察 那我们他们我们认为最值得分享一个点就是 整个泰国的有线电视的管理 其实是他们现在倾向集中在中央政府 但是台湾其实是很大一部分是授权给地方政府 包括消费者的争议包括费率等等 但藉由这样子的机制 其实地方政府有较大的权限 是可以让市民更紧密的连结 除了新闻局提供相关建议之外 与会的台湾数位光讯集团表示 今年不断配合国家推动数位化政策 陆续不断更新与扩充软硬体设备 推动高画质数位内容 未来也会朝4K的更高品质迈进 也不吝惜的将成功经验提供给泰国业者参考 我们台中市政府呢 这么样大阵仗的来迎接我们的贵宾 我们真的很感谢 那台中市政府里面的角色呢 除了扮演这个在监督或者是管理之外呢 其实我们业者更感谢的是 他对我们有许多的辅导跟协助 包括我们在地方上做很多很多的服务跟民众的沟通呢 他们为我们建立了许多很好的桥梁 我们也非常感谢 那今天的这个贵宾来访呢 真的非常成功 我们也谢谢局里面的协助 他这次是来到台湾 在泰国也以前有很多进口从台湾进去 所以这边这次他过来看 他非常很高兴 看到很多东西 台湾这边台中台北都发展很大 而会后泰国方面也来到深耕中部的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进行参访 集团也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让泰国的官员与业者都相当感动 也留下好印象 希望未来能够加强双方的合作 共同创造有线电视的双赢局面 记者杨初环台中采访报导